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事情实在是牵扯到太多的 不是我们是很端纯的 我是说从小知道 最早就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我跟江南我们的生活 实在是很端纯的 自己开店 他每天自己坐在店里看店 他的客人都很喜欢他 他写东西不能养父自己 就只养父 写东西是他的副业 他为什么离开台湾报纸呢 他英文那么好 请问你台湾的报纸那时候钱很少 那时候连附近中俄斯克明 他们的钱都很少 所以我们到Washington DC定下来的时候 他就找教职 那是很好玩的事情 他那个成功术的女儿 你干嘛不找教职 他买了个灰狗车票99块 从这里要到纽约 到玩DC的时候 他就拿了 跟他说你可以教中文 所以他就到了电话亭 开了Yellow Page 然后就打电话 人家跟他说 那个老先生跟他说 You are hired OK 他好高兴 就教中文了 可以去就快个钟头 后来呢 因为越战的关系 所以呢 过那个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开了很多语言学校 不只是中文 越南人的各个 亚洲文 藏文什么都有 所以我们所有朋友都去了 福建中俄的福斯克明 所有新闻界的朋友 他的朋友全部都去教中文 他到哪儿就带了他的那些自己全力 自己认得的朋友 他不是那么一个到处杀网的人 他自己一直是自己看书 自己做学文 自己做书 这样子 那个时候的华人不像现在这么多 所以没办法形成自己的 他不是一个网路的人 他有点点脸 他不是那么网路 他很会讲话 他很有内容 所以朋友很喜欢听他聊天 他的圈子就是花佛这些特派员们 我们常常每天在一起 他们打电话就这几个人 所以我们自己养活自己 他那个时候念完博士之后 一面教书 一面念博士 然后博士的课都学完了 要哲学论文了 然后他就找教职 可是70年代的教职 各学校都紧缩 写了很多求职信 很没成果 他那就是在那个给国务院 国务院有个礼賓师 就帮他去陪 从香港、台湾各地方请来的高级的官员 陪他们旅游美国 对对对 现在也有这样的工作 对啊 30天 所以他就从这个工作呢 就陪了各种各种 无缝人都陪了软了 他就发现 呀 开店 OK 我绝不开这个餐馆 跟说 开礼品店 礼品店 所以我们才想到要开礼品店 那也不要求人干嘛 就是不是在九尼山的渔月码头 没有 还不在这里呢 在那边就开了 那时候我们只有 一万多块钱 然后福建中士革命 把他们的存款全部借给我们 找了一个Lauren Merlin 一个排马厂的地方 那个店为什么 那个店最便宜 OK 我们可以负担得起来 多块钱 就买下来一个小的 一个小的那个 shopping center 是一个 antique and gift and handcraft 一个店很大 嗯 那 谁会做生意呀 我也没做 他也没做 我们都想当然了 就慢慢学呀 嗯 很多人认为这个gift店呢 一定是这个 圣诞节的生意最好 对 所以呢 我九十月买了之后 就到那个gift show 每个人都有gift show 各个展览上来展览你 对 那时候也很好 都给你快点 三十天的那个credit 对 所以呢 我们就订了一大堆 谁知道哪个货卖 我们看自己喜欢的 就买一大堆 银器啦 水晶啦 什么的 这个好的瓷器啦 买了一大堆 那个房子很大 两千多尺的房子 都堆满了 每天就很着急的 等这个Christmas 嗯 他着急啊 还着急 就叫人着急啊 然后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有个生意啊 什么的 哈哈哈 后来 是好一点 银杖 可是没有那么好 我们货太多了 哦 到一月份呢 雪片飞来是要钱的 哦 要齐的 哦 所以我们就说 才发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种零售生意 一定要地点 location 对 对 所以我们再看看啦 就到 Lavante Plaza 嗯 就在华人DC中间 那个 Lavante Plaza 最中间所有的 容业部啦 交通部啊 都在那边 对 有个墨 因为它有个广告 它看英文报道 我们都看英文报道 中报都没有 广告说那边有个地方可以 要住 它建一个hotel 对 Lavante Plaza Hotel 再找一个店 找一个gift店 那我们就去找 看那个店 嗯 申请了 申请了 来申请完了 就到楼下去逛了 楼下有个小墨 一看啊 好多店啊 楼下啊 是旁边人都来吃饭啊 隔壁各部会的人 他们中午吃饭 有cafetaria 有个门面是空的 有架子 连收音机都全的 就是没有货呀 那我们多呀 货 后面消完 所以就把那个 那个地方也租下来 然后那就先开这样了 那个时候的租金 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可能几百块钱 还好吧 没那么便宜 还好 忘记了 所以呢 他那个还没修好 楼上就在今天开这个 开了几个月 这个因为 后来才发现 还有另外的生意 我们不知道呢 夏天的时候是旅游 忘记 所以呢 各地方的学生来 Washington旅游 大创开 然后就到这边吃午饭 到隔壁cafetaria 吃午饭 嗯 那那小朋友真可爱 各种小孩子啊 嗯 排了队集啊 买那些纪念品嘛 对 我还有两块钱 你还能买什么的啊 就这样 我在下面看这个 对 那个江南楼上 他在楼上 楼上比较少 因为都是客人 都来 来个不会开会的人啊 干嘛的呀 卖东西也比较高级一点 嗯 所以那时候李孝黎 麦克林西的菜 他也帮我看店 嗯 帮我看过 在那下面 对 所以那个 就让我们卖 第一天卖了三百多块钱 好高兴啊 发财了 发财了 所以就 慢慢就稳定下了 因为这个店也比较稳定嘛 比较稳 居然不是很不发财 不稳定 后来楼上开了 到了七五七六年 七七年 开了两三年 他就发现 这个 location是很重要 只有游客地方才有生意 嗯 开始有生意头脑了 对 所以他就到处去找啊 他就去找这个 找这个 找迈阿密了 找这个什么 找哈娃伊什么 找 没真空 后来我们就到了九金山来 也到家找 哎 看见鱼儿码头 这个地方也是要新建 新建才有空啊 对 所以才 才要租 那那个Manager 神奇的很 说我们这边是go mine 金矿了 这时候 一人之多 七八年的时候 真忙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九金山的游客比较 神奇还多一些 多 因为九金山名气大 对啊 然后呢 我们就租下来了 那时候租了 所以他还找了他的客人 这个 San Diego的参议员 Las Vegas的市长啊 都帮我们写介绍信啊 真的啊 真的啊 不开玩笑了 介绍信干什么 介绍我们要抢个位置啊 哦 OK 他不可以随便租给你啊 所以我们拿到两个位置 还有我们把另外两个朋友也弄来 嗯 不过对于你来讲也是比较艰难的一个决定嘛 因为你们离开了东部的朋友嘛 我也没有 对 没有艰难 只是他希望呢 能够有发展嘛 因为那边他说已经到头了 我们得动 所以就把房子啊 店啊什么都卖了 拖一个 开个我们老子最早开店是买一个station wagon 嗯 你说应该那时候买一个antique嘛 所以是stay wagon 然后呢 拖了个小拖车 嗯 就 年三四天就开到这里了 嗯 他是从来不让我开 他都是开车的 都是他自己开 不然我们那边去游览都是他自己开车 那不算你们三十多岁吗 也不是很多岁了 我想啊 上四十岁 七十年代嘛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三十 哦 四十年代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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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他开车 然后就到这边来 第一年生意是很好啊 后来又遇到这个这个cable car show 整个经济不好 因为我们的客人这些都是吃饱饭菜要的东西 ok 都是collected items 小礼品嘛 不是小礼品 大了 我们都是买的collected items 是吗 英国的瓷器呀 法国的瓷器啦 德国的瓷器 我原来一直以为你们是开个小礼品店 都是这些东西 这盘子都好几百块一个啊 开玩笑 在你背后这个 collected items collected plate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有卖这种 那 店是蛮大的也是好多 这样子 还有吉他固员吗 嗯 有几个固员呢 就是除了你们两个 通常都 不开始是我们两个人 后来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做 早上出来 早上我九水九点 所以一定要规定十点开门呢 嗯 不 遲到还要罚钱呢 嗯 所以我们九点半一定出门 嗯 要非常心 啦 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